北韩废弃核试验场证明停止核试 北韩中央通信社报道 北韩核武研究所指出 根据北韩劳动党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 在5月24日进行完全废弃北部核子试验场的仪式 以证明停止核子试验 北韩声明指出 以炸毁核试验场全部坑道 完全封闭入口 同时炸毁颈备部队营房 观测站的方式来拆除核试验场 经过查证 没有出现放射性物质外泄的现象 对周遭生态环境不会有负面影响 声明指出 核试验场地面上的观测设备 研究建筑 警备部队设施等依次完全拆除 工作人员撤离后 核试验场周边将完全关闭 声明强调 经北韩与国外记者确认 爆破之前 试验场的二条坑道处于随时可进行大量地下核试验的状态 声明指称 在严格保证与公开透明的情况下 拆除核试验场 再次毫无疑问地证明 北韩政府积极主动 努力维护朝鲜半岛及世界和平稳定 声明还称 停止核试 是面对全球裁剪核武的重要环节 北韩将与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 一起未见涉飞和世界携手并进 平壤当局的声明中 墨有提及国务委员常金正恩是否在场宪政拆除 南韩外交部发言人鲁归德对北韩拆除 咸境北道吉周俊风西里盒子试验场表示欢迎 南韩评论认为 北韩于4月27日在南北韩峰会中表达完全非核化的意志 废弃核试验场是落实意志的第一步座位 几确优优独播剧统 假如鉴传手 三宇 欧盘